詞曲 李宗盛 是不是說要有同樣的輪廓 才能被算做是一家人 是不是說會有很多個以後 無論怎樣都屬於我們 是不是說會有說不安故事 歸於你 歸於我們一家 我會在這裡喧傻的一直等你 不管大雨是否突然來襲 我會在這裡將一切安排就行 是等你一句 我會在這裡默默的守護著你 就連呼吸也怕打擾到你 也許這就是這人的意義 做美麗 雖然只是隨堂措施 希望大家也要認真對待 打小抄的同學 不要給我自作聰明 這樣欺騙的不是別人 而是你們自己 拿出來 起來了 醒醒 考試呢 你說你睡覺就睡覺 你用我那麼顏色幹啥呀 離開了 怎麼沒聽到 這兒是否那麼光 還睡覺 我睡覺 那是否會 您會睡覺 她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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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瞧着吧 看我给你改错几道选择题 看不看 上课 起立 保持好 请坐 昨天隋唐测试的成绩已经出来了 首先要表扬一下 每位同学的判卷都非常地认真仔细 但是成绩还是不理想 一百四十分以上的同学只有两个 满分只有一个 苏裕 这个我不说 大家也知道 课代表把试卷发下去 咱们今天开始讲题了 设O为终点 连接DB 再连接OM 最后得出结论 OD等于OM 好 下课 起立 老师再见 说 你是不是告诉老师了 我 我真没有 我要告诉老师了 我 我就是小狗 那我给他改错的答案 怎么又会判对啊 因为他不可能错 为什么 因为他从高一到现在 所有科目的医卷全是满分 从来没扣过一分 就一次扣了一道题 结果 结果什么呀 结果他也有错 那他健天地睡觉啊 他睡觉是因为 他都会了呀 老师看过你的诗卷 知道有同学 恶意修改你的答案 老师已经帮你赶回去了 谢谢老师 你常年全校第一 难免会有同学嫉妒你 你别往心里去 我知道了 老师 靠 苏玉 吃饭喽 老苏 这 这你们怎么来了 送点包子 怎么这么客气你说 秋意 又早吃的来了 快洗手去 我也要和哥哥一起洗 好 那我拿个碗筷啊 好 来 也不知道这闺女随谁了 姑娘假假的一天到晚这么讨 这闺女越皮实啊 以后越不爱欺负 是啊 我给苏玉买了双鞋 你回头让她试试 看穿上合不合脚 这可不行 这孩子在你那儿吃点喝点就行了 街里街坊呢 这不敢说我 你看你 你说你天天帮我接朵朵上下学 给我省了多大功夫啊 这隔三差五的 还去给我打个下手五的 我们这孤儿寡母的 要是没有你啊 连个摊都支不起来 我那算什么呀 那不就是上下班的事吗 我这是给孩子买的 收不收的 得孩子收了算 我跟你说 这男孩啊他得穷养 不能惯着 是得穷养 可你这也太穷了吧 你瞅瞅苏玉脚上那双鞋 前年买的了吧 那鞋底的胶都开了好几回了 没法再穿了 她不在了 她只要有件衣服穿就行 懂不懂呀 我跟你说 苏宇现在是青春期 这个年纪的男孩 最注重形象了 行行行 我要再不收 我看你要跟我急了 手掌 咱咱试试 谢谢她注意啊 来 叔儿 叔儿 这是我大姨家鬼儿摘的 我妈让我给您送过来点 这大苹果长得可真不赖啊 你说你妈有什么好东西 总是想着我们 你瞅瞅 你瞅瞅 有个能干的妈就是不一样 这衣服都洗这么透亮 叔儿 这是学校刚发的 我都还没洗过呢 你们学校新发校服了 对啊 全二都发了 您不知道啊 那怎么没见苏宇呢回家啊 她可能没定吧 因为这是自愿的 谁交钱谁领 苏宇呢 他走了 是是 早走了 行 那我也走了 叔叔再见 再见 再见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苏宇现在是青春期 这个年纪的男孩最注重形象了 都穿着新的呢 你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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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呢 咋眼睛没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朵朵 没事吧 你别慌 对不起啊 你慢着点 听我 欢心结了 快点 走 看见我 好 传球 传球 你�나 这儿 这边 船呢 这儿 这边 这么快 放手 放手 快 这里 快快 抽球 抽球 篮子 有我 这 这 等一下 跟一下 房子呀 快点 来来来 放过去 篮板 篮板 不是 哪有什么房子呀 听人 听人 来 已经不住了 往里面走 揪一会儿 揪一会儿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歇会儿 歇会儿 我先回教室了 不是 离商哥还走着呢 再玩玩呗 我累了 继续 上车 下车 来来来 唱 在这儿 上车 来 给我点纸 我记得我抽屉里有半包纸巾啊 哪儿去了 拿点纸 走走走 你看 你看 你们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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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知道 滑脸 不行 你给我等着 不能见你 别睡了 走 坐着溜达 溜达 它脖子不抵劲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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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好的也有的是 但是像现在这个 什么叫以前那个学校 你转学了 对啊 我怎么不知道 你爸也没跟我提过 他不知道 转到哪去了 就有一普通高中 我说你是不是疯了 好端端放着一国际学校不读 你去读个普通高中 你怎么想的 我爸把自己干儿子 转到我之前那个学校了 我为了避免跟他见面 就换到现在这个学校了 你这脑子是不是被虑蜜蜜了 让别人吃蛋糕自己调大粪 我宁愿吃大粪 也不愿意见到他的儿子 哥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我觉着这家我真快待不下去了 每天都得看见女的那破脸 妈妈怎么还不来接我 明日周末 今儿晚来小摊上吃东西人多 可是叔叔怎么也这么晚没回来 谁知道啊 估计又和哪票友 聊中奖号码去了吧 做两天叔叔很奇怪 总是把我送到家 然后很着急地走了 帮我 哥给你玩家好玩儿的 什么好玩儿的 来 你揪着这两头 我来这根 我们一勒看谁的先舍 一 二 三 我还要玩 我还要玩 那我们一起捡叶子 走 我那儿子 从小跟他爸吃苦 鸡一顿饱一顿的 说实话 每次看到这一桌好菜 我就会想起他 根本吃不下去 我之前不是让你给儿子 送钱过去了吗 他哪肯要我钱啊 他连我这个妈都不肯认 感情的事情慢慢来了 况且你离家这么多年 总得有个过渡啊 我也不经常回家 要不这样吧 要不让他接到家里来 让他住一段时间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滚蛋 那你就滚 有东西滚东西 吴比 你别生气 我儿子不会过来的 你甭管他 这 这能行吗 他外面那么多互碰狗友的 丢不了他 况且不是第一次耍混的 钱花完了 自己就回来了 不是第一次 他 快点吃饭吧 这儿 请你找个到家里 你还可以回来 那是什么 咱们 都不不购了 这么多多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两天看报纸 说是山西有一老头 就是做梦梦见了一组彩票 都记下来了 没钱买 结果你猜怎么着 一等奖啊 中奖号码跟他梦见的是一模一样 你说 爸 那都是假新闻 就是一种营销手段 这报纸上怎么可能登假新闻呢 那纸条都贴出来了 他老头哭得那就一个惨呢 你说这事要是落在咱们家 五百万 插得一下 全没了 冤不冤 冤冤冤冤冤冤冤 所以您起一大早 就为了买彩票呗 那可不是吗 梦里说了 我今天必须在早晨八点零八分 准时到达彩票站 时间来不及了 我不跟你说了啊 我先走 我先走 小伙子 不好意思 你们这小区啊 不让进自行车 不是 所以我就晚了点 没事 搬吧 好 放 放那儿 再往里去点 这儿 行 好 大爷 您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就腰不太好 您腰不好 怎么还出来搬东西啊 我就想给我儿子 换套校服 好 大爷 您坐下来喝口水吧 别别别别 彭客起来坐吧坐吧 我这身上都是土啊 我喝伤了 没事儿没事儿 坐坐吧 哎呦 我去给您倒水啊 这孩子 我儿子跟你岁数差不多 不是大爷吹牛 他要是考第二 那没人敢考第一 谢谢大爷 谢谢大爷 这天都黑了 我怎么摆过了这么长时间 哎呦 我呀就是一画牢 一闲下来 画特密 是吧 我还挺喜欢听的 是吗 哎呦 像你们这么大的孩子 喜欢听这些碎碎叨叨的话 是我儿子 成天嫌我贫 我挺羡慕您儿子 哎呦 你可别羡慕他 他其实挺可怜的 这大小 他妈就不在了 就我们爷俩过 有时候啊 我宁愿他别那么懂事 我宁愿他跟我要这要那 行了 时间也不早了 大爷先回去了啊 有什么事儿 言语啊 大爷 不用着了 那可不行 说好了三十就三十 我虽然穷 但是啊 凭本事赚钱 真没用 别别别 拿着 你要是不拿着 那就是骂大爷了啊 大爷 那您明天能来再帮我 归着归着吗 明天 行啊 每一会儿还歇一天呢 那好 明天见 成 就这么着啊 好 回来了您 回来了 怎么了儿子 中奖了吗 今儿不开奖 明儿才开奖啊 明儿才开奖啊 瞧好啊 行 书不开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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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это 翅膀 你只能把穆净出动啊 不开放啊 对吗 你们很冷ell 我确切地说 是一个人出来耽过 你才多大爷就出来耽过 你爸妈又知道了 那不得急死啊 我妈 已经去世了 孩子 大爷说话嘴没把门的 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至于我爸 不是所有人都配当爹的 孩子 你听我说一句 这个世上没有一个爸爸 不疼自己的孩子 大爷 我也跟您聊聊我家里的事吧 成啊 您坐 您说的是不是 不知道啊 我看着像 也没个人问你 等一下我问你 小朋友 我给你打听个事 你认不认识赵瑞华老师 赵瑞华是我们班主任 那你知道赵老师住哪儿吗 就在对面那条街 离桌不远 那你能带我们过去找他一下吗 没问题 好 上车吧 走 来 我不会上车的 那你怎么带我们过去找他呀 你们慢点开 我在前面跑 那多累啊 快上车吧 就是啊 你们开吧 我跑得到 行吧 跟我来 来 嘿嘿 小弟祖儿里的车跑 好 来 你们怎么来了 赵老师 有人找你 赵老师啊 自从你搬了家 还没来得及看你呢 叔叔阿姨没骗你吧 我们不是坏人 是嘟儿令你们找过来的班 是啊 这是你们班学生吧 是啊 李嘟儿 我说了 这小孩真精 不愧是你教出来的啊 昨天啊 跟你聊了我儿子 没想到你也这么不容易 这么小的年龄 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 可惜你这个大爷我呀 就是个装货卸货的 这辈子没啥大出息 也给予不了你什么人生建议 不 大爷 您让我觉得 很温暖 孩子啊 你知道吗 这世上每个父母 表达爱的方式它都不一样 你虽然一年呢 见不着你爸爸几回 但是你说你一个人 住这么大的房子 那都不是他工啊 等你长大了 你就知道他努力拼搏奋斗这一切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儿子是能天天见着我 可是你说他 他连一身校服都舍不得还 我呢 成天守着那一柱彩票 虽然知道 中不了 但至少 活着有个盼头 我就觉着我自个儿 对不起他 他要真能再有一次 转世投胎的机会 我希望他别贪上我这么可怕 我希望他别贪上我这么可怕 M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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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多么美的花 M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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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真是你带来的牵挂 才有完整的家 从今天起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 我这一生的珍宝 因为有你在我身旁一切都变得美好 从今天起每一时每一刻都像是 生命里最幸福时光 无论你在哪里家都会在 在哪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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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感到滑